下面我们来学习声字 月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读音 月 请你给我来读两遍 月 月 月字一共有四笔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斩笔顺 竖片 横折钩 横 横 书写直到 第一笔为竖片 中间两个短横紧靠竖片 与右边的竖像笔画不粘连 一错题是 第一笔不要写成竖 声字组词 月儿 月亮 花号月圆 造句 明亮的月儿缓缓升上了夜空 巧计声字 我们可以用基斯哥的方法 明天不出太阳就是月 也可以用减一减的方法 明减日等于月 让我们一起走进古诗去找一找月这个字 不知戏夜谁才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下面我们来学习声字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读音 请你给我来读两遍 儿 儿字一共有两笔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斩笔顺 树撇 树弯钩 书写指导 树弯钩起笔 比树撇稍高 写在树中线右侧 生字组词 月儿 儿子 生儿育女 造句 我要做妈妈的好儿子 为了在书写时不容易出错 我们可以把生字儿与它的行进字 先进行比较 儿字左右两笔相连后 读作几 主词几个 几分 几次三番 造句 你有几个好朋友 巧记生字 我们可以用记字歌的方法 皮尔加树弯钩 也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 树皮尔加树弯钩等于儿 让我们一起走进古诗 去找一找儿这个字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课从何处来 下面我们来学习生字 头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读音 特偶 头 请你跟我来读两遍 头 头 头字一共有五笔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斩笔顺 点 点 横 撇 点 书写指导 三个点的位置大小有变化 第一点略大 第二点靠左 最后一笔是长点 鱼血不沾连 一错提示 不要少写第二笔点 生字组词 两头 头发 三天两头 造句 母牛一次生了两头小牛 为了在书写时不容易出错 我们可以把生字头 与它的行进字进行比较 头字 去两点 读作 得啊 大 主词 大小 大人 正大 光明 造句 爸爸把苹果切成同样大小的两半 巧记生字 我们可以用鸡子哥的方法 虽是点点大 领先总是他 也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 点 加点 加大 等于头 让我们一起走进古诗 去找一找 头这个字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下面我们来学习生字 里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读音 勒仪 里 请里跟我来读两遍 里 里 里字一共有七笔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斩笔顺 竖 横折 横 横 竖 横 横 书写指导 注意笔顺 先写上面的日 再写竖 最后写两横 一错题是 最后两横 一短一长 生字组词 里面 里外 一日千里 造句 小明从房子里面走了出来 巧记生字 我们可以用记字歌的方法 田下有土 便是礼 也可以用猜字谜的方法 土中长出一个太阳 让我们一起走进歇后语 去找一找里这个字 饭锅里冒烟 迷糊了 之后 有词 有词 没词 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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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 有词 有词